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教大家如何在家做番茄牛腩 我个人非常喜欢做这道菜 因为它很方便又可以拌饭又可以做汤 所以如果你想学的话就继续看 Hello,刚从超市回来 想给大家做一个haul 因为买了挺多东西的 首先呢是这个红枣知己茶 因为这两天来大姨妈了 所以就想喝一个这个茶 就在平时喝水的时候泡一杯 觉得应该会挺舒服的 这个抹茶体字的饼干 我个人是很喜欢吃葡萄干的 然后不是很喜欢吃抹茶 所以我看到这个里面有葡萄干 所以买了一包 我很喜欢这个素衣烧烤的一个桂冠的芝麻汤圆 可能就是外带姨妈就会特别想吃甜的 所以这边买了一个汤圆 然后买了一点车里的 现在其实不是车里的季节 但是就是很想吃 然后有香蕉 买了一把葱 我特别爱吃葱 吃什么都想加点葱 然后就再买了两包卫生巾 我特别喜欢这个牌子的卫生巾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味道 而且它的棉特别的舒服 想给大家推荐 这两个是在大桶华买的 就我买不到苏菲的时候 就会买这个的卫生巾 而且这一款夜用的 它有达到42厘米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长 好 那今天 但我觉得我待会还会吃这个 别的东西 都会打开 里面打开的是独立包装的 我看一下 我怕里面是碎的 没有碎 哇 挺好看的 看不出来里面有葡萄干 还是没有葡萄干 有 看见了 下面就来教大家怎么做 番茄牛奶啦 第一步呢就是要先切一些葱姜蒜 还有放一些香料 这边我放的有葵香 哇 不小心 现在放了太多 放回去一点 然后呢我还会放 daily's 也就是香叶 放完香叶之后呢 我还会再放几个干辣椒 然后就把 焯好几个牛腩和钢皮香料 都放到锅里面去炒 下炒的时候 我会加料酒和冰糖 可以帮助你的牛腩上下色 当你的牛腩差不多都已经变色了之后呢 我就会把它转移到一个大锅里面 然后加的是海底捞的番茄锅底 没错是海底捞的番茄锅底 加进去之后炖个 三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就成功啦 然后这边给你看 这是我某天一顿的午餐 我觉得一般会煮上一大锅 然后配一点青菜 煮一点半分的食材 营养了 所以每个人吃菜 有肉类 现在看到这边我都想留口水 大家好 现在已经4点40 快5点了 马上就能下班了 我刚下午因为来带姨妈吃了两颗Advill 现在好晕啊 我觉得我待会得睡一会 睡完一会之后应该会再来 加会儿伴 火好多呀 看着大家现在又是要吃晚饭的时间了 然后我今天打算自己煮一个米线 主要都是这种过桥米线 打开来的人特别多 因为我是一个人吃 所以我就加一小把 然后我就会给我点身自己泡的那个牛肉汤 做为一个番茄牛肉的锅底 我听起来就觉得好好吃 火抓这么多 因为米线应该泡开来会特别多 所以就 一家特别多啦 煮呀煮 我发现米线真的要煮好久 现在已经其实煮了快 三四分钟了 可是它还是没有变得很胖 我记得上次煮的时候 我好像煮了15分钟 让它再煮一会儿吧 我现在就是从我昨天炖的这番茄牛奶里面 给它咬一点汤 放到我的这个 米线里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晚饭做好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拿这么大一个碗来做 因为它其实真的没有很多 其他怎么会让它 pase en face 那我就要开始吃了 嘻嘻嘻嘻哈 也不想上套 它我的席 然后原来点 现在个地方 是比较严导营 我想象杨 大概拜计 在取材 配干 这是 Standards 这是痡被推 הן